《白花蓮》 她是社交社群 我刚才在马尔康 我以前是驰骋的 我们在川府上 山上的是非常漂亮的白花莉 因为高原春天晚了 我五月份开始写的时候 心里一点一点萌发那些东西 刚好是白花树发芽长叶的时候 等到夏天七月份 盛夏季节一片龙的 阳光也很强烈 这个时候小说也写到中间部分 你写这个书的人 你的情感也到了最饱满 然后到秋天一片金黄 故事也到高潮 十月份 然后故事要走向结尾 这些人都在走向他们的终点 情感的 生命的 开始落叶 然后雪下来 我手笔那个时候一看 树林下残血斑驳 我心机也是跟人物一样 一片凄凉 您写到什么时候的时候 我突然觉得 哇 这是一部很好的情感 大概三老十一 那个时候我儿子大概七八岁大 我说你爹是天才 我说你还可以 这么多了 我说你还可以 你这么多了 我看我 我看你 我看你 这些人 我看你 我看你